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4月15号,星期一 今天我们一口气做了两期节目 刚刚做的那期就是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刚刚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 这里面透露出来 国安和经济发展要并驾齐驱 甚至在很多关键的情况底下 在重大利益的博弈面前 国安的重要性会超过经济发展 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这也是习近平综合国家安全观最新的一个体现 虽然在前一段时间 在中国的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各方各面都想尽快走出这样一个通缩的陷阱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比如习近平在接见外国领导人 以及商界最高级别的这些领导人的时候 反复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案很重要 国安不会是其中的威胁 到中国来依法经商 不会出现危险 目前为止 国安发出了最强有力的一个反击 因为通过这十大案例可以看出 这些案例 你换一下名字 换一换行业 换一换国家 它都通用 所以它可复制性 以及它所带来的连锁影响 可以影响到所有行业和所有个人 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这是中国国内 当外部的压力越强 内部的压力只会更强 以硬碰硬这种模式的一个最新的体现 那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 就是刚刚不久 4月11号 美国总统拜登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戴维影举行了三变的峰会 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才聊有点晚 但是这也和这两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非常的应景 那随着这个联合声明的发出 美国在南中沃海地区 乃至整个太平洋的西岸 小北约的形态已经形成 可以说小北约正是对外亮相了 为什么 原来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有安全协议 和日本那更是铁板钉钉的盟友 但三者联系起来 对外公开发声 这还是首次 那这一点 既是拜登在自己11月大选之前 对国际局势 尤其是亚太局势布局的最新一招 也是他在国内有可能对 11月份川普重新走回白宫 他在国内政策上的一个大招 一步大棋 先给他锚定了位置 为什么 如果川普重新返回白宫的话 他的对外政策 一直体现出一个叫脱钩锻炼 这一点中国外交部说的并不错 川普只要是认为自己吃亏了 他就先退群再说 那么在亚太地区 为了防止川普重新走回白宫 对美国多年煞费心力运营的这样一个伙伴系统造成危险 拜登先出一招 先出一招 期望即使未来川普要回到白宫 也不至于对他在亚太地区的布局造成十分毁灭性的影响 你比如说在戴维营的会见当中 以日本为首的美国盟友 正在承诺致力于在军事和财政上 为地区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样就堵住了川普的嘴 因为川普为什么前段时间竟然鼓励普京 进攻自己的盟友 北约的盟友 就是因为他的理由是北约这些人吃大户 明明该交的钱该出的份额不出 所以川普竟然口出狂言 说俄罗斯如果进攻普京 俄罗斯如果进攻欧洲 我不会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该交的钱不交吗 当时这个事情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现在日本就会堵住这样一个同样的漏洞 他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比如说在这次声明中 拜登表示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正在探索 将日本纳入那个AUKUS 那个核潜艇的联合生产体系 而且日本会成为这个新生产体系里面的第二支柱 为什么 因为第二支柱要涉及AI 人工智能 高超音速飞弹 还有量子运算 这些领域日本都是强项 它的进入会给原来的美澳英体系 一个极大的助力 美日达成了70项军事合作专案 从高能的飞弹到登陆月球都覆盖了 拜登明明白白的说 这是美日结盟以来最重大的升级 那对日本来说也是求之不夺 岸田文雄说 这是日本历史性的转折点 所以日本承担了责任 日本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在军事上 在整个的军事安全上 日本会更加的松绑 会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 日本也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另外 日本自卫队会和驻日美军强化合作 提升自己的指挥系统 虽然美日仍保持各自独立的指挥管制体系 但现在有关规划 呼之欲出 那就是提升驻日美军的指挥的位阶 就是这个级别 把目前在夏威夷印太司令部的部分指挥权 转移给驻日的美军 提升驻日美军的司令 从三星到四星 你看这些都是要大幅提高 美军在日本的投射能力 和它的指挥能力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体现 同时美日联合声明还指出 日本将协助生产制造美国的军火 美军的大型舰艇和战机 可在日本进行维修 这意味着美军将来在太平洋发生的战事里面 不需要横跨太平洋 去修自己的舰船 修自己的飞机 这是中日合作里面 军事合作里面 最重大最新的一个进展 那我们再来看看 和菲律宾的关系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小马克思 是跟岸田文雄前后脚赶到了华府 他们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推动三边国防合作 这个声明里面直接了当的指出了 他们面对的共同对手 或者说敌人 就是中国 尤其是中国在南中国海 危险和迫害稳定的 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 他们三方表示关注 而且发出了特别明确的信号 为什么说明确 是因为在这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 对一旦中国和菲律宾之间 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将会怎么做 模乐两可 不清晰 今天就清晰了 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坚决反对 在南中国海危险和胁迫性的 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团制 这当然是指中国了 以及扰乱其他国家 开发利用离岸资源的做法 并且他们共同要求 中方遵守国际裁判法庭 2016年7月12号的裁决 那就是所谓的南海裁决 美日非三方还计划 今年明年展开多次联合海上军演 与军事合作 朝准军事同盟国推进 我觉得说准军事同盟国 有点客气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 因为美非之间有军事合作的协定 美日之间有 那这三方共同发言 就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 事实上美方要做的是 不管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 有任何一方受到军事威胁 美方都会视为 是对美方的威胁和攻击 将自动触发 共同防御的决定 美军说白了 就会投入军事力量来开战 这一点 拜登自己也已经多次声明过 这一次通过美日非三方领导人的共同声明 把这一点表达的明白无误 所以现在这个亚太小北约 已经面世 已经明白无误的向世界表明 这两个阵营的决战 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上一次是小布什总统在任的时候 911发生 美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反恐 从而给中国2022年加入世贸 经济一飞冲天 一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 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分庭抗礼 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 世界仿佛又回到了 2001年的911时刻 为什么 最近两年发生了啥 俄乌战争 打个不停 以哈冲突 尤其是前两天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的攻击 这些都是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正在发生和将要急剧恶化的 一个明显的征兆 更不用说 在过去一年里面 中美之间发生的侦查气球事件 这些事情都让拜登和美国的 顶尖的外交和国安团队 不停调整对中方的策略 那现在 俄乌和以哈战争 至今都为两党政争 让拜登陷入了危局 美国的左右政治势力 都对拜登目前这样一个政策 颇有微词 甚至大肆的抨击 那只有在对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的朝野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 有共识 拜登的外交团队内部 在最在中国的问题上 没有这个撤走的这样一个烈势 所以拜登现在一反川普 美国优先的这个策略 重建朋友圈 围堵北京 最新的这个中日 非三国的声明 联合声明 把这一点表白的清清楚楚 那我们看中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有点涩利内人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中方也就是通过 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毛宁 对吧 通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 说日本需要重新反省侵略历史 停止参与小型军事和安全组织 真正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他还说 日本和菲律宾当然有权发展 对别的国家的正常的外交关系 但是不要把军事冲突 地区冲突 引进本地区 这些话都非常的软 非常的淡化处理 当然 现在他们还把 有一种说法 是马英九访问 大陆和习近平见面 选择在了 甚至说是改期 在拜登和岸田会见的时候进行 就是为了冲淡 美日非三方的军事外交同盟 对国内局势造成的冲击 大家都聊习近平 见马英九的事 而且马英九非常不要脸 把习主席称为习动书记 习主席称他为马先生 这一切 都是为了冲淡这个事情的处理 我估计目前 习近平对 目前这个美日非三方的声明 有点吃哑巴亏 这个牙齿掉了 往肚子里咽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 因为习可以说 使出了浑身解数 要平和这个关系 首先就是在去年11月份 和拜登在旧金山见面 双方有所谓的元首共识 这个共识是中方 尤其是简中媒体 反复强调的 底下的各个部门 各个分支 也都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说美方有这个责任 要落实中美的共识 要走合作 不是对抗的这个道路 结果怎么样 我反复说过 没有这个共识 现在怎么样 拜登通过中美 非三方的这个通话 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上一次在 旧金山的峰会 就是一个面子 就是一个例行公事 只有中方 把那一个旧金山的峰会 进行了过度的解读 美方根本就没有和你 要和和平平 客客气气 双方要和气会儿来 在闷声发大财的那个意思 那一天早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代没有了 美方要做的就是 全面的防控 全面的联合自己的盟友 限制中方在南中国海 以及太平洋线 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 中美之间脱钩锻炼 还是大趋势 而且在这个趋势里面 美国正在取得上风 中方认为的元首共识 不存在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那美国日本菲律宾 这个军事同盟 他到底威力会有多大 不打不知道 目前都是纸上谈兵 但是我们看看世界其他地区 尤其是刚刚发生的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因为不管以任何标准来衡量 伊朗上星期六 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 都是空前的 据以色列方面说 伊朗发射了170架 载有炸药的无人机 还有120枚弹道导弹 还有30枚巡航导弹 这轮袭击本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规模太大了 但是几乎所有的无人机和导弹 都已经被成功拦截 这里面鞠躬至尾的是谁 当然就是以色列的先进的防空系统 防空系统谁帮他建的 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 乃至阿拉伯地区的盟友 提供的关键性协助造成的 这里面 美国英国和约旦提供的战机 鞠躬至尾 因为他们击落了99%的 伊朗无人机以及导弹 当然代价十分惨重 因为拦截的成本比进攻要高得多 但是从技术上 从实战的角度 美英约旦的这个联手作业 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战绩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上周六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有机可循 甚至伊朗提前对自己的盟友 放出了风声 这一切都导致了后来 有些媒体用个词 叫什么 叫表演性攻击 就是故意的 你以为我不打你咋办呢 因为你攻击了我叙利亚的 这个外交机构 炸死了我的高级的军事人员 我不反击国内的这些 伊朗国内的这些小粉红 不把哈梅尼一给骂死吗 所以哈梅尼一明明知道 可能会被拦截 可能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但仍然要发动这一边攻击 甚至有网上有人开玩笑 我看也并不完全是玩笑 说不是99%被拦截了吗 还有1% 还有几个导弹 没拦住 炸了 哈梅尼一听到以后 心里极其紧张 哎呀 怎么还有漏网的呢 这些千万不要造成真正的损失 如果炸死了美人 美人或者是甚至是炸死了美国人 这后果极其严重 这不是我这次发动攻击的目的 就是一个表演性的 结果还真的没有造成什么 真正严重的损失 好像只有一个小孩 被弹起了弹片刮伤了 其余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 所以说他们是表演性的 也完全是有理由大 那不管怎么说 美英约旦这次联合出手 对伊朗的攻击防范基本成功 恐怕是军事界一个定论 那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将来在台海之间 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 美日非三方联手的能力 从今天的这个事情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就是这个威力是相当大的 另外伊朗的导弹技术哪来的 伊朗的导弹技术啊 在过去大部分是以苏联和朝鲜的技术为基础的 这也是两个阵营 当时对立的时候啊 伊朗方面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那后来啊 伊朗的民用设施 军事设施啊 很多啊都是中方予以支持的 所以在军事设备和技术的 这个延续性方面 伊朗啊和中国的延续性非常强 或者基本上说是同一阵营 同一体系啊 同一规格的 那这种情况下伊朗发射的这些导弹啊 被美军联合英国和约旦全部阻结了 这对中国军方造成的震撼啊 那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次啊 可以说又回到了当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啊 海湾战争的时候对中国的军事体系改革啊 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军方才看到 原来现代战争可以这么打啊 把他们给整蒙了 所以当时的中国军方开始大幅度的对军事机构 对军工生产做出革命性的改革 那这一次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他们发现美军防御导弹和轰机攻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伊朗发射了这些东西 99%被拦截 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中方现在真是有点表面还是声势力竭 但实际上内部军心不稳啊 军事技术军工产业内心没有信心这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中方的手法还是继续对内采取一个非常严厉的严丝合缝的啊 信息管制 让中国大老百姓甚至中国的相当一个级别的这个官员 包括军事部门的官员处在一个一个傻白甜的阶段 很多发言很多对世界局势军事情况的判断 处在一个非常拧巴的境地 这两天我看网上有人写了一个遗嘱非常有意思 说地主在临死前把傻儿子叫到自己床前 问自己的傻儿子 说咱家的驴呀嫌干活累 猪嫌伙伙食差 鸡嫌居住环境不好 你怎么解决 傻儿子说 爹我会让驴少干点活 给猪改善伙食 重新装修鸡舍 搞个五星级的鸡舍 那鸡不就不埋怨了吗 地主说你这个笨蛋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没用 你只需要告诉他们 外面有狼 这就是中国军方 中国这个政台最流行的策略 你要告诉他们外面有狼 这只恶狼就是美帝野心狼 必须把美国美帝描绘成十恶不赦 时时刻刻 要灭我 亡我之心不死的那一个敌人 这样他们才能有个抓得住的抓手 把各方的力量整合起来 把信心凝聚起来 否则事情就会很难办 对我就会很难待 信心就会很涣散 把树立一个敌人 这是百应不爽的一个策略 那今天我们就把美日飞三方联盟的 这个事情给大家回顾一下 同时对比伊朗对以色列 最新发动的这一轮攻击 咱们看一看 这种事情如果搬到几年以后 甚至几个月之后的台海或者南海局势 大概的样子会是什么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